这才是泰国最值得观赏的景点 老板双手步光速度飞快 食指也仍然健在 一个硕大的木瓜在老板手中显得十分轻盈 掂量着木瓜旋转一周 果皮就被削得干干净净 娴熟地划上几刀去掉木瓜子与瓜嚷 手法丝滑中带着一丝优雅 让人看着极度舒适 这是泰国街头十分常见的小推车水果摊 因为热带的绝佳气候条件 造就了泰国丰富的水果资源 怀揣20元人民币就能在泰国实现水果自由 但在我们羡慕的目光下 其国内水果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在所有人的货源质量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想要提高销量 水果摊的老板们就必须另辟蹊径 通过其他角度来增强自己的营销能力 提高卫生标准和提升服务能力 就是最常见的两个方法 于是这种全程带着塑料手套 现切带装水果的销售方式便顺势而生 但同行做到的服务就是自己的义务 在所有人都开始运用这种销售方式后 聪明的老板们又研究其给水果做造型 眼前的这个芒果就在老板熟练的操作下 变成了花瓣状 可惜目前还没在国内见过这种类似的水果摊 不然我能在老板旁边看一下我 释放完浑身的压力 然后什么也不买